下一题,这个是不用算,接下来几个题目是不要算,那是未考,关键的 一个音叉敲的频率是200,它在空气传跟在水中传,请问你,它的频率是几比几 频率几比几,空气传,那就用到了我们教过的重要观念,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频率怎样,不变不会一样,所以同一个声音任何介质频率不变,所以空气传频率200,水中传频率多少,200,所以叫做1比1,所以答案叫做Air,答案叫Air,可以吗? 可以,好,来 下一题,有一个声员发出声音从空气传到水中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从空气传到水里面,谁是对的,来 那个刚才那个第一个女生嘛,刚刚现在看起来是女生是不是,11号是不是,11号 你答案,你答案多少,你答案C,你选C,请坐,你答案选C 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频率不会变,空气传声跟水传声速度不一样,所以A是错的,然后呢,你就得知道,至于波长会变大还是会变小,你得要去算 好,V等于F车也浪达,F一样,所以V大的浪达就会大,波数大的波长就会长,那我刚刚讲过你要背的是,度太大于E太大于气派,所以液体传声比较快,所以波数大,所以波长会比较长,所以B是错的 诸,通常政府会变小,为什么,因为你船到水浸到因为箭子,撞到东西之后,通常能量会损失,所以呢,政府会变小,所以风,那反正不可能变大,不可能波长的波能量出来,绝不可能变大,这一波诸都只会保持不变而已,所以呢,诸是错的,诸错的,OK? 下一题,在操场上,一个人尖又高,一个人宏亮大声,一个人说话快又急,请问你,谁的船声比较快? 刚才那个帅哥男,起立,刚才那个帅哥男生,书是什么? 蛤?一样快,请坐 刚才跟你讲过的重要观念,叫做,同一个声音,同一个戒指,传任何声音速度是一样,OK?好,有问题吗?没有,OK? 这个是,斯大夫,你刚刚讲过了,刚才跟你讲过了,一样,间隔十分几秒以上,你才会容易听得到回音,那就问你,你要能够,伸数是每秒三百四公尺,那超长要多长? 好,底堂要多长?你才会容易听到回音呢?才会明显呢?好,那就用到我们当回要一直讲到的观念,就是回声有来回,好,回声有来回,速度,距离除以时间,叫做速度,回声要来回,所以去要一次,回来要一次,所以距离除了L,所以要怎么要怎么多少? 走2L,走2L的时间要超过0.1秒,最少要0.1秒,所以呢,或是写2X,然后呢,除以3来是要大于0.1,所以算是要大于多少?17,17公尺,所以呢,要最少要17公尺,才会明显,这边有一个单轨就会一直用到的观念,可是你们同胞可能会犯一个错, 就是,声音是要来回的,去又再回来,来回两趟,过去一秒,回来也要一秒,来回叫做2秒,距离一趟S,两趟就是2X,你们学生会犯的错就是,一开始算的时候,经常都忘记,应该要成二或除二,来回嘛,他不问,应该要成二或除二, 后来犯的错就是,什么都成二,什么都除二,有的不用啊,有的只有单抗啊,有的只有单抗,不用啊,可是你搞不清楚,所以你没有搞清楚,这个是来回,所以才会有成二或者是诸以二的问题,单抗是不需要的,题目的变化不同,好,我们有那种炮弹打过去,然后声音传回来的, 过去是浩大回来的声音啊,东西不一样嘛,东西不一样,好,你要晓得,好,有的要成,有的要有一个二,有的没有,看情况,好,就是,这种程度就是联考程度的程度,啊,一声,两秒听回音,距离有多远,就是联考程度的程度, 这种程度,啊,像,踩迷面垂直发生一百二的声波,两秒钟收到回音,请问你,还有多声,还有多声,停车战界问,还有多声,啊,一声,传过去,弹回来,花两秒钟,还有多声,好,然后呢,速度是,一千五, 二一 二一 一二三千 四… 一 一 一 Northern 一 一 Hem A 7 B 剛才有人在底下唸3000的時候 因為每秒跑1500 所以你跑了兩秒所以跑幾公尺 3000 所以你大概變3000 錯了 3000是去又怎樣 回來 所以是來回3000 算是要多少 1500 所以只要1500 就是要除以20 就是要除以20 好 這種程度的考試就是聯考 聯考過去的聯考 過去的聯考考回音的程度 就到此為止 一聲兩秒聽回音 距離有多遠 就是聯考程度就到此為止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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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